这才是外星人入侵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一天 整个世界的电力毫无征兆的全部中断 人类还没能在这场种族战役中打出一发子弹 就已经被迫宣布无条件的投降了 至此 政府机构永久关闭 各国军队也就地遣散 外星人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立法者 人类社会也就此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 他们不仅将人类当作俘虏囚禁在特定的管制区内 还驱使人们在城市中央建造 以供他们生存的地下七所 甚至为了方便统治 他们还在人类的脖子上植入了生物追踪器 不仅可以随时监控位置和行动 就连日常的谈话交流都能任意监听 而考虑到人类的数量过于庞大 他们又命令人类高层重新恢复了安全局 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密切监控着人类社会的一切 但哪怕在如此严密的防备下 一支名叫凤凰的反抗组织还是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他们朝着管制区发起了自杀式袭击 以此来证明外星人并不是无敌的 试图借此唤醒人们的斗争意志 但遗憾的是计划失败了 组织成员也只能无奈地再次归于地下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九年后 为了寻找潜在的反抗组织 外星人又再度成立了数据收集中心 他们没收了人类社会中所有的电子设备 并控制着穷人将其中的数据上传至他们的数据库中 而作为能够接触到数据的一线工人 阿强的愿望却是逃离这座牢笼般的城市 为此他还和朋友偷偷建造了一艘小船 但为了购买在当下已经变成昂贵资源的汽油 他只能利用植物质变偷偷走私数据以卖给有需要的人 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安全局副局长威廉早已盯上了他 原来就在不久前 威廉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凤凰图标的广告 凭借着多年的调查经验 他意识到凤凰组织正在死灰复燃 而他紧盯阿强的原因 也是因为阿强的哥哥强哥正是凤凰组织的领导之一 并且还是九年前那场自杀式袭击的策划者 所以这天当阿强刚准备去交易数据时 威廉直接就找到了他 他想要从阿强这里了解凤凰组织的情报 并且作为阿强父亲的好友 威廉也不希望阿强像他哥哥一样走错路 但相比危险 阿强更不想当人见 于是他转头就找到了凤凰的一名成员 他本想直接交易数据 可谁料对方二话没说就将他拉上了车 并在他脖子上套上了信号屏蔽器 阿强还没缓过神 就被带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林肯公园 而这里正是当年他哥哥制造袭击的地方 阿强根据指引走进了一间废墟 让他震惊的是 他居然在这里见到了他消失九年的哥哥强哥 原来他是那次袭击中唯一的幸存者 为了避免外星人的追杀 他想办法取出了脖子内的生物追踪器 但也因此只能隐藏在黑暗之中 在了解完原因后 阿强想让哥哥跟他一起逃离这座城市 可强哥却说他有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 并拿给他一卷现金让他立马离开 阿强明白 这代表着凤凰组织即将卷土重来 他只能匆匆回到公寓开始收拾行李 但他女友却并不愿意离开 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还在地球上 就不可能脱离外星人的监控 阿强只能无奈地跟女友透露了 他哥哥即将发动袭击的消息 可这一切也正在被威廉时时监听着 所以就当和女友不欢而散的阿强独自离开时 威廉直接堵住了他的去路 阿强见状转身就逃 眼看逃进了一个死胡同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钻进地下躲避 但悲催的是这里竟是外星侦察者的潮雪 侦察者也发现了他这个闯入者 一窝蜂地就朝他扑来 千钧一发之际 他赶紧带上了信号屏地器 这才成功摆脱了追捕 另一边 凤凰组织的行动也就此展开 强哥通过信哥将代码传递给到上校 上校第一时间将代码交给黑客 黑客又通过代码成功进入了安全局的监控系统 在锁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后 暴同通过公共电话向主编发出了行动的讯号 主编立马就在报纸上刊登了几节暗号 收到暗号迅速响应的成员又来到了医生的诊所 为了彻底的隐藏行踪 他们需要取出体内的生物追踪器 再由助手将其塞进老鼠体内并投入地下广道 以此制造出正常活动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后 上校又找到黑市商人 拿到了一批还没来得及登记的死者体内的追踪器 做完这些 行动人员才算是真正的就位 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武器环节 由于任务目标是即将在公共庆典上 与外星人会面的高层人员 而为了成功通过安检 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隐形的外星生物炸弹 上校小心翼翼的设定好引爆时间后 炸弹在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底下 一切准备就绪 强哥带领着组织人员潜入了体育场 在高层人员即将跟外星人会面的前一刻 化身为安保的强哥将生物炸药贴在了他身上 袭击计划成功了 但整个体育场也在同一时间被外星飞船和安全巨封锁 逃离中的强哥也不慎被外星人堵在了停车场 危机时刻 还是队友及时赶报 他就下了强哥 又一把摘下了外星人的面罩 而由于无法适应地球的空气 失去保护装置的外星人瞬间暴毙 也就在强哥一行人成功逃走的同时 此次袭击事件也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外星人一边问责人类高层 一边派出了他们的捕猎者降临地球 全程目睹这一切的威廉明白 属于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局长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威廉 在跟他交代好抓捕任务后 他独自一人走进了通往外星人地下七所的通道 而这也是身为局长的特权 能够真正面对面地接触外星人 然而等他离开后 威廉却并没有直接展开行动 而是先找到老乡好跳了最后一支舞 接着立马封锁了整个贫民窟 所以悲催的阿强哪怕逃过了侦察者的封锁 但还是没能逃步威廉的搜捕 另一边 强哥几人成功登上了离开城市的汽车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整个车站的电力瞬间就消失了 在看到捕猎者的那一刻 他们才明白在高端的科技下 任何计谋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很快 捕猎者就在人群中精准地找到了他们 而为了避免严刑逼供 他们不是在反抗中化为了灰烬 就是提前一步服毒自杀了 但不幸的是谨慎的强哥刚掏出毒药 就被及时赶到的威廉一枪制止 他想要通过强哥来找到凤凰组织的首领 可不管他们如何严刑逼供 强哥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字 然而威廉也早就预料到了一切 他将阿强带到了强哥身前 看到哥哥惨壮的阿强崩溃了 一旁的威廉健壮也以强哥的性命为妖邪 让阿强成为告密者找到首领 为了救下哥哥 阿强也只能答应了 他找到隐藏的组织成员 谎称带着他哥哥强哥的消息 需要马上见到首领 然而当主编看到阿强时 却十分惊讶 因为阿强正是他以前的学生 所以在确认完身份后 主编马上就带着他来到了一家不正经的场所 根据指引 阿强终于见到了凤凰组织的首领 而他竟是副局长威廉的老乡后 但让阿强惊讶的是 首领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刚想询问原因 安全局的人就直接传了进来 事后 他们又在房间内发现了 藏在壁画后面的窃听器 并沿着窃听器的线路 找到了一间放满录音带的密室 在整理完所有情报后 威廉来到了通讯室远程 跟外星人汇报情况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凤凰组织的首领 能够接触到很多高层人员 在交易过程中 他会诱使高层说出机密信息 也正是因此才得知了 这次庆典的会面流程 而泄露出这些机密信息的 不是别人 正是唯一能跟外星人 面对面沟通的安全局局长 愤怒的外星人当场就将他革职 并将威廉提升为了新的局长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 剩下的核心组织成员接连自杀 强哥也跟着反叛人员 一起被流放出了地球 绝望的阿强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 可就当他迷茫地在街上徘徊时 威廉却再一次找到了他 他告诉阿强他哥哥还活着 但阿强觉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凤凰组织已经负面 计划也彻底地失败了 可威廉却告诉他 说完后他并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直接递给阿强一张存储卡 就让他下车了 回到数据中心的阿强查看了卡里的信息 里面竟是阿强还为出生时拍摄的录像 原来包括威廉在内 凤凰组织的首领以及核心成员 全部都是他父母的生前好友 他们还给为出生的他送上了祝福 看到这些的阿强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没有将视频上传 而是毅然决然地按下了删除 与此同时 威廉也得到了外星人的许可 准备前往地下交界工作 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此时的他全身已经复满了生物炸弹 原来所有的牺牲都只是为了这一刻 威廉才是凤凰组织最核心的领导者 当通道随着他一起化为灰烬时 人类的反击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Light a match Ignite a war Long as we fight back We got a chance